在1988年有一部尺度超出你想象的日本动画 它被翻拍成美女如云的经典港片 也是80和90后的童年回忆 29岁的艺术家慧悟亲眼目睹了杀手行凶的全过程 可这次经历却没让他留下心理阴影 反而被杀手的英俊外貌迷得神魂颠倒 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特殊的杀手 在解决外目标后竟会流下泪水 自从父亲去世后 他便感觉这个世界充满了孤独和无趣 他不理解为什么杀手没有结果的自己 甚至还说出了他的名字 姚 从那天过后 慧悟便把姚先生的画像挂在了房间日丝夜相 而两年也真的很有缘分 慧悟下一次见到姚先生 仍是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那标志性的杀人后就会落泪的模样 却当慧悟一眼就认出了他 嘞喃一句姚先生 经被追来的警察听见 这次姚先生杀的人是黑帮大佬 警方特别重视这次熊杀案 但慧悟也一口咬定自己是认错人了 可新闻媒体已经大肆报道 神秘的姚先生行凶的消息 在夜深人静时 姚先生提前闯入了会晤的房间 等从警局回来的会晤 却看到姚先生的画像竟是一个真人 他有些惊讶 这不是害怕 而是日丝夜相的人竟真的出现在眼前 他是来杀自己的吧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会晤反而有些释怀 对日常生活的厌倦 使他对死亡并没有那么恐惧 他只是希望在死之前 姚先生可以答应他一件事 在这个深夜 猎人和猎物浑身赤裸共枕 他决定把自己交给这个一见钟情的男人 而这个举动也无疑让会晤 捡回了一条命 姚先生从事杀手至今 还没有违抗过组织的命令 而这一次他决定破例 只因为他认为自己找到的爱 在良人熟睡之际 黑帮大脑的小弟 潜入了会晤的家中 对于这个可能知晓凶手的女人 他们买通了警方打算自己审讯 可杀神就在屋里 哪能让他们得逞 最终所有人除了头目重伤以外 全都阵亡 虽然会晤不幸中单受伤 但好在治疗急时 他被姚先生送到警方医院 对于会晤 姚先生还需要测试一下 他给会晤留了一个地址 这是两年的秘密约定 如果会晤带着其他人过去 姚先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但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过去 那么他会好好跟会晤告别 毕竟组织有规矩 他只是个杀手而已 而会晤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他不仅在醒来后 没有向警方提供任何有用的消息 甚至还让自己毫无有假扮自己 同时骗过了黑帮和警方的耳目 也要在这一次相见后 把自己所有信息都跟会晤说出 他隶属于百八龙帮派的职业杀手 在四年前他只是个逃逸师傅 而就因为天赋被百八龙的首领欣赏 他用特别手段控制了阿瑶 使他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 只有在杀戮完成后才会流泪 才能恢复自我 这也是阿瑶无一能逃离百八龙控制的短暂时刻 他被培养成杀人机器 只要收到指令就必须见血 被外界称为泪眼杀星 之所以跟会晤说这些 是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执行任务去了 并且绑派绝不原谅他放过会晤 对于违抗命令的人 百八龙从来不会手软 而来阿瑶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承认爱上会晤后 竟得到帮派老大的大力支持 而他只是受到一顿毒打 由于阿瑶刺杀了黑帮两大头目 敌人找不到阿瑶 就把怒火转移到了会晤身上 百八龙不承担这些风险 虽然支持阿瑶最爱 但人要自己去救 而这次盯上会晤的人 是死去的头目夫人 他不惜出卖姿色 从警方那边得到了有关会晤的照片 只要提供信息的人 就能拿到五千万日元 还有阿瑶提前找到的会晤 两人激动地享用在一起 随后阿瑶开始布置陷阱 给风扇涂上有毒气体 等那些黑帮马仔赶来 必定不会立马伤害会晤 而天气太热 他们也必定会打开风扇 即使会晤秀中的防毒装置 就能确保他的安全 剩下的就交给阿瑶处理 等头目夫人赶来 只是一场空 我管阿瑶这次没有杀了他们 他要谋掉过去的一切 从此与会晤隐居一生 可是因为杀手 其能如此轻易抛弃过去 心的麻烦正在等着阿瑶 只不过这次的他 已经不是独自一人 而是有了会晤 百八龙的总部盘踞香港 有两个老人 青龙白虎共同担任帮助 地下还有八大护法 分别是以宇宙行星命名 有天王星爷 金星爷 木星爷 最离谱的还得当属地球爷 虽然取名很逗 但个个都是全是滔天的狠能 可从这天起 青龙帮助之位 要传授于组织内的第一高手 哭泣杀神阿瑶 而白虎帮助之位 则是阿瑶的爱人丹嫩 历代百八龙的帮助 都是夫妻党 一个主外 一个住内 可在帮助交接大会上 却有内鬼深入 天王星爷 竟被人吊包 偷袭的阿瑶 幸好只是受点小伤 但这个情况 也让老帮助格外愤怒 决定彻查整个百八龙 可仇人实在太多了 排除法根本用不了 不过能瞒过百八龙 众人的人品面具 在整个香港 都没有一家公司 有这样的技术 可很快阿瑶 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他是一家化妆公司的首席 制作了人品面具 达到一甲乱针 独子天才的一个人 却在男赌博 而成了一个穷光蛋 很快阿瑶 就找到这个首席的行踪 他在人群众多的场合 功难行刺 即便首席身边 有一个男版女装的保镖 也无济于事 但首席却还流着一口气 这是阿瑶惯用的手法 名为死亡因因 必杀首席 而是解决掉他的保镖 从而跟踪首席 救助木偶黑手 果然首席带到一处 偏僻的海边 一架飞机正落地 等待着他 就在首席以为 自己自己求生时 却被人处死在了飞机中 原来木偶黑手 之所以牵你迢迢来找首席 并不是他有多重要 而是黑手知道阿瑶的厉害 所以打算将其救济 首席的尸体都在海上 等被阿瑶他们找到的时候 藏在鞋底的炸药 就会给他们致命打击 但阿瑶的反应 实在太迅速了 最终木偶黑手的计谋 还是没有得逞 但阿瑶他们所掌握的线索 也彻底断了 可没过多久 断掉了线索 就主动找上门来 老帮主的亲孙女白牙 绑架了养老 还派人掳走了会晤 他十分不满帮主之位 传给阿瑶 可百八龙从不支持世袭制 而白牙为了能得到帮主之位 竟和外敌勾结 赵赵赵诚处死阿瑶的黑帮年首 眼看阿瑶被白牙打得倒地不起 黑帮老大才敢走出来嚣张 表示要吞并白八龙 之前承认白牙的帮主之位 说变就变 可白牙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即便肚子的脂肪可以抵挡子弹 但一缩子的子弹 他还是承受不了 而这次叛变的可不仅是白牙 之前现在天王星爷的人 是护法水星爷 对于传威给阿瑶 他也心生不满 但一切的一切都在阿瑶的计划中 他直接假装被白牙打倒 实则是在等待木偶黑手的出场 所有人都被阿瑶处决 唯独白牙被他放过 明白自己被敌人利用了他开始忏悔 心甘情愿做阿瑶的贴身护卫 本以为这件事过后 总算可以亲近一伙 可永远相报何时了 木偶大倒了爱人黑寡妇 却接受不了丈夫的死亡 身为雇佣兵的他 拥有超高的作战能力 但知晓阿瑶实力的他 却不会努马行动 他用电脑分析的N种方式 均以失败构中 就在一丑莫展之际 却意外看到打雷而获得灵感 他火速前往香港 然而他的行动早就被白巴弄监视 可当年没想到的是 黑寡妇的皮肤其实是懒上去的 他是一个白人 白巴弄的监视顿时跟丢了他 以至于让黑寡妇找到机会 袭击了阿瑶的贴身小弟王德渊 论格斗技术 黑寡妇连王德渊都打不过 可他想到打败阿瑶的办法 就是穿上自制的导电合金护甲 一直以来阿瑶最自信的就是肉搏 如此一来就能偷袭得手 本来身为小弟的小王 令死也不能暴露阿瑶的位置 但他为了给阿瑶透露这个消息 只能赶着去见他 因为黑寡妇总会找到阿瑶 这就对阿瑶惯用的死亡依依 利用冰死之人的恐惧 去找到幕后的保护伞 但这次却被黑寡妇反制 果然在见到小王的那一刻 阿瑶就格外小心 新找博宣的两人早就很有默契 但小王还是被黑寡妇从后方处死 愤怒的阿瑶决定亲自迎战黑寡妇 不过阿瑶已经提前划布了黑寡妇的手臂 所以最终是黑寡妇先忍耐不住血液的流逝 而浮出水面 这场闹剧只有小王一人牺牲 男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在一次坐飞机时 却有人单敢挑衅白巴龙 虽然他们不知道阿瑶的身份 可他还是出手 坏了对方的行动 白巴龙不是天下无敌 他总会有惹不起的人 而这次 他们就踢到了铁板 眼前这个男人暗杀了30个非洲和欧洲的大道 光头隶属于非洲的恐怖组织 非洲之角 是一个牙姿必报的狠人 在白巴龙帮坏了他们好事之后 他便派刺客潜入了白巴龙的内部 虽然刺客被处死 但把大护法全都为了保护帮助阿瑶牺牲 这件事也让阿瑶彻底动怒 但他没有失去理智 而是对外宣布自己死亡 他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对方 以其让对方误判而放松警惕 阿瑶想到第一次见到光头闻到的气味 那是法国社香 是专门用来吸引女性的特有味道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作用 可以隐藏身上的杀气 技能不能借用组织的力量 阿瑶只能潜入高档理发店 蓬蓬运气 果然在不久后 便从一个女人身上 闻到了熟悉的香味 这股味道很淡 不是女人身上的气味 所以阿瑶基本可以断定 她就是光头的情人 在尾随女人后 她真的找到了光头 这件手起刀落 这个可能就只想被阿瑶杀死 而非洲之角还有一个头目 没想着要怎样 才能救出她 捣回这个组织 没想到光头的情人 竟知晓这个头目的据点 看到光头死后 她想也没想就取车赶去 这才让阿瑶有机会 斩草除根 以除后患 那阿瑶他们的情报网 却都掉了一个特别人物 一个黑妹自称是 非洲之角的继承人 这人的格斗技术不亚于阿瑶 加上长时间的战斗 早就让阿瑶有些筋疲力尽 以至于她被黑妹打伤 阿瑶脱掉上衣 准备认真起来 可上身的青龙纹身 就让黑妹感到兴奋 在她的认知中 据说喝下龙血就能永生 被纹身吸引注意的黑妹 很快就被阿瑶放倒 在长到阿瑶的血液后 她整个人变得格外兴奋 阿瑶因疲惫和失血过多 混了过去 但黑妹就让赶来的 非洲之角部队 无比要救火阿瑶 与非洲之角的矛盾 随着黑妹的恋爱脑出现后 便彻底结束 阿瑶还给黑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黑眼睛 从这之后 她将会无条件追随阿瑶 只因为她认为自己 已经是阿瑶的女人了 她的体内有着龙的血液 可想当白巴龙帮助的女人 可不是这么简单 身为正宫的惠悟 突然遭人绑架 她被锁在一处密室 水患患地漫过她的全身 可即便如此 她也不愿意出卖阿瑶 等她进来后 发现自己没有死 这让惠悟更加确信 自己成了人质 我也不给阿瑶添麻烦 她竟从高楼一跃而下 打算自我终结 结果罗夏竟有一个气囊 原来这是白巴龙的考验 对于阿瑶丹能帮助 小弟们都心服口服 可惠悟不会功夫 甚至是突然出现 对于这个神秘理论 但能帮助夫人 他们其实都不是很赞同 可惠悟却用她的行动 彻底打动了白巴龙的所有兄弟 她也决心变强 于是找到了一把妖刀村正 可这刀据说斩满无数冤魂 会诅咒使用者 为了彻底掌控这把刀 惠悟来到九龙城 打算百施血液 在不畏惧生死的情况下 村正最终认可他做主人 在后来的修炼下 惠悟也终于杀死了一个邪教首领 这是一个差点 就让阿瑶丧命的恐怖存在 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得从头说起 在日本有一个邪教可以蛊惑人心 被教主催眠的人 会瞬间丧失行动能力 他以信仰巨雄神为使命 为了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 他们决定蛊惑香港帮派白巴龙 根据调查显示 白巴龙帮助阿瑶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懒人 尤其是他的女人 更是他的逆宁 于是教主派出了一位职业格斗家 雄手冬玉 去伤害阿瑶的小情人黑妹 这件事果然让阿瑶火怒三仗 于是找到雄手所在的格斗场 准备会会他 两类的体型完全不在一个水平 即便阿瑶非常灵活 但力量上终究不敌雄手 而被找到机会打到云爵 有电视台的转播 雄手并不敢过多折磨阿瑶 而是安排救护车在半路将阿瑶拐走 把他带到教会与教主见面 一切都在按照教主所想的发展 在教会里有一项特别先进的技术 他们可以复制出与阿瑶完全相似的克隆人 足以达到一家乱真 教主自知 如果硬碰硬 根本不是白巴龙的对手 所以他的计划是用假的阿瑶来掌控白巴龙 这样就能让损失降到最小 至于真正的阿瑶则被雄手在密室中亲自杀死 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的教主疯狂大笑 距离他的红图霸业又进了一步 可现在他还是有些顾虑 白巴龙毕竟是由双帮主组成 青龙阿瑶组外 白虎会晤组内 如果他们的克隆人被挥舞拆穿 不仅计划前功近期 甚至会遭受恐怖打击 教主同时也是在拿整个教会来赌 幸运的是他赌对了 挥舞完全没有看出面前的相公是假的 两人就这样带着雄手众人 大药大白地走进了白巴龙的种舵 得到这个消息的教主非常兴奋 立刻行动前往白巴龙准备夺权 小众的他甚至把巨雄神的雕塑 都隐难了白巴龙的种舵 可就让他朝着巨雄神缓缓走近时 没想到阿瑶却一把火 也来了巨雄神 这个情况当教主瞬间傻眼 原来 年轻的阿瑶是真的阿瑶 他早就找到机会跟假人调包 而知道这个情况的还有两人 雄手在密室对战阿瑶时 就已经发现了端倪 但他认为既然阿瑶敢置身一人来教会 那他也要闯进白巴龙 他只要与阿瑶对战 来一场公平的决斗 另一个人则是被阿瑶的纹身和罗帽 迷得神问颠倒的女人 似乎只有教主和一个马仔被蒙在鼓里 一看局势对自己不利 教主瞬间解映 收拾不断变换 这是他的独门催眠绝技 可以瞬间让周围的人失去行动能力 即便山阿瑶也难逃一劫 但他还是漏了一个人 会务并没有在场 所以没有中招 之前他拦住了教主 拔手要刀春正 取下了教主手机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动作行音流水 现在只剩下熊手一人 出于尊重 显然的阿瑶与他单挑 这一次他没有再放水 即便力量不如熊手 但凭借巧劲 还是把熊手打得落花流水 可他却没有下插手 因为这个仇 让黑妹自己来抱 随着一把飞刀刺中熊手的胸口 他的生命也迎来的终结 他是一个苦命孤儿 从来不懂得何为爱 在不断地与人对决中 总是会问敌人 有关他们爱人的故事 想要从别人身上 找到爱的答案 不过在临死前 他还是从爱咬口中懂得 真正爱一个人的话 是不会让对方受到伤害 并不是一个人离开 就得一己与命 来达到灵魂的融合 是也不希望自己爱的人死去 哪怕孤独也得独自活着 不是吗 但这个就是爱吗 没有人能回答 如今阿瑶身居高位 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爱人 就像掌控洛杉矶唐人街的大佬 全是涛奖的他 也阻止不了女儿被人绑架 这次他所面对的 是由越南和非洲的退役居人 组成的世界知名绑架集团 已经给了300万美元 却还是没有数回女儿 女婿和孙女 黑心来这个团伙盯上了大佬的主意 为了能顺利救出女儿 他不得一只能请求阿瑶帮忙 就在阿瑶接下任务 思索如何行动时 一辆垃圾车却抛下众多垃圾 其中仅有大佬女儿的尸体 大佬还有一个小女儿叫王沙谷 他着急地跑去尸体查看 却发现竟是有人要加碍于他 想要阿瑶手机眼快 打倒了杀手 可对方实在太狠了 为了不让他问住什么 尽好不犹豫的那人处绝了两人 但阿瑶最时才明白 原来绑架集团盯上的不是王家 而是他本人 知道百八龙和王家交好 所以特地布下了陷阱 大大召集王氏家族召开会议 表明他们当中必定有一个叛徒 只要王氏想查 就一定能揪出这个破开 反正已经得到王氏女儿这个人质 叛徒便在月黑风高打算溜走 可却被阿瑶拦下 他换上了叛徒的服装 静静等待敌人组织的到来 果然不久后 一架支撑飞机带走了阿瑶 虽然中途被发现了身份 但绑架者集团对自身实力太过自信 竟把阿瑶一人带回了总部 一落地的他 瞬间被一群马仔围住 总是阿瑶武功再高 也擦翅然飞 可阿瑶派了白牙 折服在附近准备营救人质 但这个岛屿实在是铁桶一块 白牙很快就被敌人抓捕 而绑架者组织的老大 竟是一个金发美能 他找阿瑶只有一个目的 在之前他亲眼目睹过 阿瑶帅气的自杀行动 那一幕让他的恋爱脑瞬间爆发 看到阿瑶战斗 能让他感到无比的兴奋 于是平常整个组织的人 与他进行车轮战 直到阿瑶轻疲力尽 金发美能召集所有士兵 来围观白巴龙首领的战斗 说不知这个行为 却给了阿瑶机会 他的爱人和情人都早已潜入 而白牙也在守卫松懈时逃脱 三人年兽找到了大量火药 给这个组织沉重打击 一个足一趟世界 文风丧胆的集团 竟如此戏剧性地被捣毁 只因为他们首领 爱上了一个男人 人只被救出来了 阿瑶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故事到这里也差不多的 就要结束了 整个系列一共有六集 从开头的经验 到后续的离大铺 似乎每个女人 都逃不过阿瑶的魅力 不管好人与坏人 只要是女生 阿瑶是来者不拒 大胆的画风和黑道题材 本身就是热门 但过多的从吃的低俗藏镜 就会逐渐让人反感 新展开的设定 看到结尾真的是有些小失望 但喜欢暴力美学 和另类题材的人 到时候会看得很上瘾 只能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